请小生 因为我现在讲过 我没有用麦克风 大家可能会听不到 我之前有写了一份 用10分钟向Nantotouch 学会设计处理器 因为这门课的关系 我弄了个家常版 用20分钟 家常版的部分 如果你自己看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 你可能10分钟就可以看完 而且我还陆续在家常当中 所以这个还不是完整的20分钟版本 前面很多 跟这门课虽然有关 但是跟各位做习题没关的 我就跳过了 各位可以自己看 在哪里开始 从这里大概就是开始了 我们这门课 重点是建构一整台电脑 因为这门课是系统程式机 不是计算机结构 如果是计算机结构 只要建构到CPU 硬体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系统程式的话 还要包含主义器 虚拟机 编译器 作业系统 目前前五周的部分 我们会放在硬体 所以就是 从基本的AND、ALL、NOT 基本上是NAND 从NAND开始建构 AND、NOT、ALL这些东西 然后呢 再建构半加器、全加器 32位元加达器 这里是16位元 因为 NANDTouches用的CPU是16位元 然后再建构正反器、暂存器 那这样子 再往上 ALU、CPU OK 整台电脑 就完成了 那我之前是用Vlog做 这是一个硬体描述语言 VHDL也是硬体描述语言 但是我们这门课 NANDTouches 他们自己设计了一个硬体描述语言 叫Hack HDL 那你们上礼拜有写的同学 就是用Hack HDL 在写硬体 OK 那Hack HDL 是一个专门为这门课设计的 硬体描述语言 所以 基本上它的能力比较弱一点 可是这个弱有好处 因为用太高阶的语法写的话呢 你会走捷径 你就看不清楚底下的硬体 到底是怎么设计 你会看不清楚那些程式对应到的线路是什么 Hack HDL的好处是 你完全没办法走捷径 你一定要得用区块式的方式一个一个都上来 OK 好 所以有了LU 有了加法器就可以设计LU 然后设计CPU 那一般的课程 计算机结构课程 不会教你设计 那我们这门课的重点 就是要教你设计CPU 那这些呢 那这些呢 前面的 很啰嗦的部分 就跳过 Nan2Touches这门课 不教你传统的做法 传统的做法就是 给一本教科书 从头到尾上完 有时候没上完 那 经典的 那个 计算机结构的教科书 封面早期是一个 算盘 而且是白色 所以 通常我们叫它白算盘书 事实上它是两位作者 非常 重要的大师级作者所写的 那一个是史丹佛的前校长 一个 是MIPS的发明人 那 这两位所写的 这本书 当然是非常重量级的 所以 它 一直被当成 很经典 事实上它有两本 有两本 一本比较进阶 一本比较基础 但是 不管是进阶还基础的 在我们看来 一点都不基础 就算最基础的那一本 软硬体界面 我们看起来也一点都不基础 OK 所以 我们 这门课会更基础一点 不过 有好处 那个一点都不基础的 你根本没办法实做 这种很基础的 我们可以实做 OK 好 所以我们从NAND开始建构基本元件 就包含AND OR NOT SO 这些是基本元件 建构完之后 开始做全加器 半加器全加器这些加法运算元件 有了这个就可以做 比如说16位言的加法器 然后再做ALU 然后接下来呢 请你把数位逻辑的课本再翻出来 把所谓的正反器找出来 记得看清楚什么叫做边缘触发正反器 然后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东西当成储存一个位元的装置 再往上建构16位元暂存器 有了ALU和暂存器之后 剩下的就是控制电路 怎么样让它变成一颗CPU了 控制电路里面最重要的元件 在基本元件里面我们都做完 就是MAS多工器 已经做完的同学应该有印象 对不对 MUS OK 再来呢 还有DMAS解多工器 有印象吗 DMAS MAS和DMAS 这两个都是非常常用的控制元件 几乎所有的控制逻辑 都可以用这两个来组合 当然有时候需要再加上一些end or not 都做完 OK 那Name2Touches课程里面的CPU长得很奇怪 但是它的电路设计非常的简洁有力 而且都是老师精心设计的可以让你一步一步的爬 那现在问题是有些同学第一步爬不出去 那这等一下请你一定要问 我们这门课跟传统的上法不一样 不是我在上面讲你在下面听 我待会这样讲完之后 我可能每个礼拜最多就像这样讲个十几二十分钟就结束 剩下的时间都是各位去做 OK 那你除了回家做 你在课堂上也做 回家做的部分 你做到碰到问题困难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问 你就跳掉 就不要做 跳掉 你查书也没有用的时候你就跳掉 跳掉来这里问 我们上课给各位做 各位赶快把你的问题拿来问 OK 那所以这个有点翻转式 但是不完全是翻转式的做法 因为我们还是有讲一些东西的 所以你只要跟着习题一题一题做 你就会设计一颗处理器 建构一台完整的电脑 硬体 接下来你还是跟着习题做 你就可以建构出主义器 虚拟机编译器作为系统 好 那现在就是怎么样子开始 那上礼拜各位 我们其实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短的简单示范 对不对 我用NAND做出了一个什么东西 NOT 你记得吧 我用NAND做出了一个NOT 方法是什么 把这两条接在一起 就是NOT 把A和B接在一起 当成一个input 结果input进去 output出来 input如果是0 output一定是1 input如果是1 output一定是0 那不就是个NOT 好 做完之后呢 你既然已经建构出NOT 请注意一件事 你之后就不一定要再从NAND开始 你 已经用NAND建出NOT 那你现在所可以用的原件就有NAND和NOT两个 那你就可以用这两个再去兜出NAND 那你就可以用这两个再去兜出NAND 或O 好 那所以上礼拜我们有跟大家讲说 那个顺序很重要 你照着顺序做下来是最顺的 因为后面的会用到前面 ok 所以你按照那个顺序做下来会是最顺的 你一开始就做那个DMAX8位那个东西 或MAX8位那个东西 你就没有前面的东西可以用 16大概952 952 有同学做了952 因为他全部都用NAND去做 那真的是非常的累 非常的累 ok 那但是能够这样做出来 代表脑袋超级无敌清楚 才有办法这样做出来 我可能很难这样做出来 因为我一定会用区块的建构方式一路建上来 那 硬做的话我脑袋会打结 那 有些同学比较厉害 但是其实你可以运用前面 好 好 那你要怎么用NAND做出NOT 其实你只要列出逻辑式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 用NAND做出NOT的逻辑式 NOT A就等于NAND AA 这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我把这两个输入绑在一起 变成同一条 叫做A 那它的功能就会变成跟NOT一样 所以这个式子你看它的变数名称是有意义的 同样的变数名称就是只绑在一起 OK 所以你看了这个式子 你就 画出电路的时候 把那个同样名字的东西接在一起 就对 好 接下来呢 这个本来就知道了 那接下来AND AND是什么呢 AND AB就是NOT NAND AB 你刚刚既然已经建出了一个NOT 那你就把NOT和NAND两个叠起来 OK 也就是在NAND的后面再加一个NOT NAND的后面再加一个NOT 就做完了 OR呢比较麻烦一点 那基本上你看前面这一块是NAND NOT AND就是NAND OK 那后面这一块呢 就是再加两个NOT 所以总共需要一个NAND加两个NOT 就可以做完OR 最后SO我更麻烦 那可是基本上你还是做得到 只是电路不杂了一点 好那 那接下来你做出 汇了这个式子之后 你就把他的电路图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你去写那个 写那个程式就会变得很容易 那AND 我们刚刚说怎么做 就是NAND加上LOT 就做完 好 那你要做NAND 就套这个公式 也就做完 但是你要把它写成程式 像AND的话 就一个NAND加一个NOT 那注意变数名称 同样一个变数名称的代表 是同一条线 在硬体描述语言里面 是以线为基本单位 线通常可能有的值有几种 一种是0 一种是1 有没有可能有其他值 很多人摇头 对不对 在 在那个Hack HDL里面 没有其他值 但是在Vlog和VHDL里面有 有什么其他值呢 譬如说 有X X是什么呢 就是 冲突 冲突 也就是说 一条线你这边放0 这边放1上去 会怎样 X 冲突 我不知道它到底会是什么状态 这个是有问题的线 OK 另外一种状况是什么呢 是高阻抗 Z 用Z表示 高阻抗的意思是什么 断线 基本上就是那条线是 电阻 电阻无限大的情况 基本上就是断线 这个怎么做到 半导体的制程里面 各位如果知道半导体的 那个 那个 饱和区 非饱和区 你就知道 它其实天生就有一段 高阻抗的状态 OK 好 所以 这些 老师都已经给了框架 剩下 你就把内容填上 然后你要测试 用这个模拟器去测试 那 有些同学可能 第一个碰到的障碍是 这门课老师讲的是英文 模拟器上面写的也是英文 课本也是英文的 网站也是英文的 好 那怎么办 还好我的投影片是中文的 所以如果你那边看不懂 先来看我的投影片 应该比较容易懂 好 再看不懂就问我 好 好 那这门课的老师有两个 但事实上他整个团队呢 我发现有十个左右 这门课开课的成本非常高啊 高得不得了 恐怕得花上 一亿 才有办法开出这门课 为什么 因为他从2005 2000年好像就开始做了 2005年开始第一次开课 一直到现在2016年的 这十个人光是领薪水 就领超过一亿了 原来不是950 950 因为美国人薪水高吧 好 你只要跟着习题的脚步一题一题做 然后测试 测试只要过了下面的字就是黑色 说successful 如果是没过 他就会告诉你问题在哪里 是红色的 那记得 当你有错的时候 记得去看那个问题 至少你要看那个问题上面的行号 到底是哪一行错 你才知道重合初期 好 那第一张 就上礼拜的作业 总共有16题 那这16题呢 刚刚已经讲过 not and all 这些做法 so也讲过 接下来 多工器 must dmust 这些 这些待会会会讲 然后 not 16 是什么 就是 连续 就是 16个并排在一起而已 其实没什么 就是本来一条线变成16条线 16条线每一个都接not再出去 那and 16也是类似 or16也是类似 这些16的都是类似 那另外一个 or8位就是 就是 只有 任何一个是1的时候就是1 全部都是0的时候才是0 总共有8条输入 这个叫or8位 好 那 每一张老师都有提醒 在他的头影片里面 他都会有提醒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他的头影片 好 那之后 第五周 各位就会设计处理器 第四周 各位要写组合语言 而且还要测试 第三周 各位要设计记忆体 第二周 也就是这周 各位的习题是设计LU 重点是LU 所以这周的重点已经是LU了 我上周还没接上的 赶快先把上周的写完 这周还有很重要的进度 好 第一章的习题 我们要先学会真指表 卡诺比和数位电柱 如果你 像刚刚有同学说 我数位逻辑那部分 不知道 那个 就是真指表卡诺图和电路不会 如果你真指表卡诺图和电路会的话 那些应该都轻而易举 怎么做呢 数位逻辑你们一定有学过这个东西吧 我之前跟有些同学谈到 其实你学数位逻辑要能够修正门课 你不用看完整本书 你只要会设计七段显示器里面的其中一根亮棒就够了 真的 你只要会那个就够了 但是有一点点不够就是正反器的部分 那那个是循序电路 组合组合电路的部分 只要会设计七段显示器的一根亮棒就够了 这题 这题 待会我们列入考题 请各位 直接 用手写 OK 当场词 而且 我们会分配 每一个人做不同根 根据 你的座号 mod 几呢 因为是七段显示器 所以mod 最后的七 也就是 最后一码 0到6 分别做 其中一根 那你只要会列出真指表 写卡诺图 然后框框 框框干嘛 框框之后要写逻辑式 写完逻辑式之后呢 画出出位电路图 这样就好 那如果你忘记了呢 就 随便选一根七段显示器的亮棒 然后 来做 这 待会我们会 请各位 直接用 用手画 好 那 建构完之后 你会了那个之后 你就可以 根据上面的公式 然后根据真指表 卡诺图 来建构出任何电路 那 基本上 真指表和卡诺图 卡诺图只能够建 四个输入以下的电路 四个输入以上的 没办法用卡诺图 有些人会勉强把它 延伸到五个输入 变成两层的 但是 那个其实 不需要 真的更复杂的电路 可以用电脑 直接帮你设计 OK 不需要再用人闹 好 然后继续就可以向上建构出更大的元件 可是这更大的元件 必定 会有更多的输入 这时候 我们不能用真指表卡诺图 那怎么办 答案是 请 用你的脑袋 用组合的方式 就像玩积木一样 去看看 怎么样子可以组出我现在要的这个功能 这时候 就是计算机结构的开始 数位逻辑就已经结束 好 控制电路里面的Mars和DMars 基本上 所谓Mars 就是二选一 的电路 如果这条线是0 他就会选I0 这条线是1 那他就会选I1 这个叫做Mars 多功器 那DMars 就是1 一个输入 但是会有两个输出 为什么会有两个输出 根据这条选择线 如果这条选择线是0的话 那硬会直接输出到O0 如果这条选择线是1的话 硬会直接输出到O1 那没有被输出的那一条会是什么 0 OK 没有被输出的那一条 输出就是0 好 然后 你就可以 做出更大的多功器 和更大的解码器 那像这个是四选一的 多功器 8选一的多功器 16选一的多功器 16选一的多功器 做到16就够了 我们这边好像 对 做到8的样子 还是16 16 OK 那 之后你在做记忆体的时候 还会需要用到这个多功器 那这边是一个四选一的电路图 但是这个电路图不是给 子工器看 这个电路图是给电子器看 所以它里面用了三台开关 它用了三台开关 所以你看会觉得很奇怪 那可是 如果你看得懂的话 那更好 因为使用三台开关 有时候可以 降低逻辑杂的成本 OK 所以真实这个器上面 有时候还要更进一步 把数位的再转换成这个 那四选一的多功器 如果你不是要采用完全数位的做法 你可以用下面这个不灵函数 这边现在看不到 基本上 有了 你可以看到 A 这里的A就是I0 I0 S0 bar S1 bar 也就代表说 S0 bar S1 上面有bar的通通都代表0 OK 上面没bar的就是E 所以 它其实 只不过是 把选择线 变成二进位 来选择上面那条线 做and 而已 就结束了 好 这样你就做完第一张习题了 好 那今天我们不只要做第一张 因为有些同学第一张已经做完 我们要让他 继续往前进 还没做完的请先做第一张 做完的就直接 再继续做第二张 做第二张就是 主要要做运算电路 那就是加把器 减把器 和 算数逻辑单元 LU 好这些呢 要从一位元的加把电路开始 所谓一位元的加把电路有 半加器和全加器 半加器是两个输入的 全加器是三个输入的 那半加器的真值表长这个样子 那有了这个真值表 你应该可以做出 用and or not 做出 其中的 上换carry 可是 有个地方 你用and or not 做会比较慢 为什么 来看一下这个上 请问你看这个真值表 上的真值表 你会觉得他应该用哪一个杂座最快 sor sor 因为上根本就是sor 对不对 所以直接用sor就好了 不需要再重来 你已经见过过sor ok 所以sor就是sor 做完 carry呢 carry就and 所以也做完 半加器很简单 对不对 一个sor 一个carry 一个and 做完 全加器呢 来 再看一下这个全加器的sor 它有什么特性 它其实只是3输入的sor而已 为什么说它是3输入的sor 所谓的多输入sor n输入的sor 是怎么意思的 n输入的sor 是这样子 就是说 它有基数个1的时候 就会输出1 有偶数个1的时候 就会输出0 这个叫n输入的sor 那以这个例子而已 你会看到 0的部分通通都是 偶数个1 0个1 这个0个1 这个2个1 这个2个1 2个1 ok 只要是基数个1 你看 1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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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1 只要基数个1 通通都是1 偶数个1 通通都是0 所以 这个就是3输入的sor 拿来 就做完 那问题是我们之前 第一章没有建构3输入的sor 你要怎么办 方法也很简单 把2个2输入的sor 接一起 就好了 就变3输入的sor 2个2输入的sor 接一起 接下来 carry 这里你就要再想一下了 这里就 比较简单就是采用系统性的方式 真值表 卡诺图 电路 就像刚刚七段显示器的设计方法一样 真值表卡诺图电路 画出来 就设计完 好 所以 你只要 学过真值表卡诺图 这是我 我为什么叫各位 要带数位逻辑课本来的原因 今天有带数位逻辑课本来的 请接手一下 一位 两位三位 天啊 好 只有三位 其他同学都没有带数位逻辑课本 送学弟 Google Google 只能Google 但是 事实上 数位逻辑课本 我是觉得 需要留着 需要留着 那 没关系啊 送学弟就送学弟了 好 就像我儿子那个 那个期末的时候 老师都会说 课本 可以 拿去回收 有他就真的回收了 好 其实有些课本是可以留着 还蛮有用 好 那你如果忘记了 那就 待会做期段显示器的时候 恢复一下记忆 大家互相讨论也可以 不行的话就问我 那你就可以很容易的设计出 刚刚那些东西 这就是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 很多同学学过数位逻辑 然后学习过就全部还给老师了 那虽然你们的数位逻辑不是我教的 但是你还给潘老师也是一样还给老师 那 数位逻辑 有很多课 它跟后面的课程是有关联的 课程会把那个东西排在前面 这个东西排在后面 是因为那个东西不会 这个 这个东西就会有问题 数位逻辑和计算机结构就是有关联 OK 计算机结构和系统程式又有关联 计算机结构和作业系统又有关联 系统程式和作业系统又有关联 OK 所以那些东西有时候你 不要太快丢 太快丢的话 你会 会有点麻烦 好 那后面的这个 哦 刚刚一大段都是离题的 当你设计出半加器全加器之后 你可以把一串的全加器串起来 这就是第二章的内容 请注意第二章的内容 今天要做第二章习题的同学 你还记得 计算机概论里面教二进卫的时候 是怎么做的 二进卫的加法 1加0 1加1 0 但是应该要进卫啊 进卫就上面写一个1 OK 然后呢 上面有一个1 所以虽然加了两个0 还是1 然后又一个1 写下来 变1101 这是二进卫的加法 那二进卫的加法 要用半加器还是全加器呢 基本上第一位可以用半加器 但是第二位以后一定要用全加器 因为它有三个输入 第二位以后还有一个进卫可能会写在这里 所以它会变成有三个输入 但是通常呢 我们真的在做的时候 连第一位也都用全加器 因为这样还可以接受前面的进卫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 你可以用两个16位元的全加器 16位元的加法器 再拼成一个32位元的加法器 因为前面的那一个16位元最后的进卫可以进到后面这一个来 对 你可以这样一直串上去 好 那有了全加器之后 有了16位元的加法器之后 你透过全加器去做出16位元加法器之后 你就可以做出alu 这里的alu 是特定的 是Name to Tetris专门设计的alu 每一颗CPU的alu 可能长得很像 但是功能不见得一样 那这一颗alu是Name to Tetris专门设计的 而且它长得有点奇怪 它有7个控制线 6个控制线 2组16位元输入 1组16位元输出 再加上2个奇标输出 好 这6个控制线分别代表什么呢 Zs代表 Zs代表 Zs代表说 s我要不要把它变成0 Ns代表 s我要不要把它反向 Zy代表 y我要不要把它变成0 Ny代表 我要不要把y反向 F就是它真正的 控制运算 到底要做加法 还是要做and or not 那些 然后呢 Ny代表 Ny代表输出要不要反向 Zy代表说 我现在这两个的结果 最后是不是0 Ny代表运算结果 Ny代表运算结果 是不是负 然后 Lu设计完了 你就可以继续 把Lu跟占纹器 和多工器 和记忆体 组起来 OK 然后就做完 但是 Lu到CPU中间 还缺了一个元素 叫做记忆单元 这个单元要做占纹器 有了占纹器 你要做出记忆体 可以做出八字组的 再来是六四字组的 每次都八倍八倍上去 最后你会做出一个 应该是32k的记忆体 中间你要串很多次 才有办法做到32k的记忆体 做完之后呢 你有了记忆体 有了Lu 你就可以 和占纹器 你就可以拼出一颗CPU了 拼完CPU 在接上 螢幕 和键盘 你就得到一台电脑 整个硬体部分就结束 但是 第三章讲的是记忆单元 第四章要讲什么 第五章是讲整颗CPU 那第四章讲什么 第四章讲组合园 因为你要设计CPU之前 你一定要知道它的组合园 到底长什么样 基本上是告诉你 机器语言长什么样 因为组合园是让你比较容易理解 但是最后还是要编成零与一 那个是机器语言 你要知道组合园和机器语言长什么样 你最后才有办法设计它的CPU 这里会有点机身弹诞生期 因为你没有CPU你就不知道组合园是怎么样 你没有组合园你就不知道CPU是怎么样 最后其实是两个一起考虑去设计出来 但是一开始这样子做门槛太高 所以老师先教你组合园 再教你怎么样设计那个组合园的CPU OK 谢谢 所以这是第三章的内容 这个我们暂时就不继续讲 因为各位今天应该大部分的人还做不到暂存器 今天各位能够完成LU就非常厉害 所以现在我们讲课就到这边 各位可以开始继续做你的作业 继续做